夫人 在侯爷醒来之前 我劝你最好别进去了 你知道什么呀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侯爷他 傅大人 此生侯爷并非我本意 我现在只是希望 侯爷能早日康复 您若不放心 可以在旁守着 跟我一起照顾侯爷 傅大人 现在侯爷需要有人贴身照顾 若不让夫人照顾侯爷 引来他人怀疑 相信不是侯爷希望看到的 夏天的 《书 STUDENT》 我希望嫌疑 在城外遇到 离非我 要有 租赏 你 跳 到 尽管我 真正 在城外遇刺 绝对不是报官 夫人回来之后都没有吃东西 现在那边有傅大人 跟赵尹守着侯爷 夫人先吃点吧 夫人您也不是有心的 我怕是错怪了侯爷 夫人此言何意 侯爷不让他们说出是我伤了他 还嘱咐母亲不要包官 我伤了他 他在生死关头还这样维护我 这样的人真的会来杀不顾吗 现在仔细想来 所有的证据都来得太快了 无作 猎后 先后出现 还有那只剑 似乎有意在指引我怀疑侯爷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侯爷的安慰最重要 一切都等侯爷醒了再说吧 夫人 这药要分六次服用 每半个时辰一次 不得早也不得晚 扎儿一整天都需要人陪 我担心夫人熬不住 不如先回去吧 扎儿我跟赵颖就行了 放心吧 我会安时给侯爷喂药的 你若不放心 就在一旁守着 你若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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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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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能平安醒来 我愿意承担任何好过 你干什么 傅大人 我手滑了 不是故意的 手滑 你当我瞎呀 我都看见了 你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 但是很多事情事出有因 如果傅大人先问问别人 为什么这么做 也许就不会觉得别人过分了 好你个伶牙俐齿 又抢词多理的丫头 你破我水你还有理了 有理没理 变过了才知道 那也好过傅大人 妄下定论 你没大没小 你给我回来 请 呀 招 小婷子 禅师傅 有十姨娘的消息了吗 十姨娘 让一个小丫头带了口信过来 侯爷虽然还在昏迷 但性命无碍 那就好 否则十一娘在学家 只怕会处境些难 是啊 有侯爷在 就不会有人想伤害十一娘 她身受重伤之时 还不忘维护她 清醒以后 就更应该不会了 夫人 你都两日没好好休息了 你先回去歇会儿吧 这儿还有我们 侯爷若是醒了 我们第一时间告诉你 夫人 大夫说了 侯爷会好起来的 你就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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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